灵修主题 自由意志和自由 灵修金句 创世纪二章十六节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素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素上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1775年 美国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 战云密布 Patrick Henry 在Virginia州议会中演说 鼓吹革命 其演说词最后一句话是 不自由 504 13年后 法国大革命 愤怒的群众 喊出了Patrick Henry 这句名言 不自由 武林寺的口号 成为法国革命军军歌 马赛曲 最后一句歌词 也就是后来的 法国 国歌 从此以后 自由 民主 平等的思想 弥漫全球 是现代人最珍惜的 基本能权的要求 可见这些观念 和人的性情 是多么的相吻合 自由是我们人人向往的 我们热爱自由 能够自由自在地 不受任何拘束管辖 没有人可以干涉 我们的意愿和行动 都好 其实 人有的绝对的自由 是真的好吗 我们若是真的可以 随意吃任何东西 随意做任何事情 很快点 就会觉得很无趣 无聊 本来是稀奇的 不再稀奇 珍贵的 不再珍贵 美丽的 也不再美丽 太多了 看惯了 不是吗 所罗门王的哀叹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已有的是 后必在有 已行的是 后必在行 日光之下 并无心事 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 何况 好与坏 对与错 常常是一线之隔 适当的节制 会帮助我们 适应周遭的变化 孟子提倡礼仪 循着 讲究法治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 守住我们的本分 每个人 都能守住自己的本分 这就是一个 知理 上义 奉公 守法的社会 我们人 做不到理想的境界 所以人的社会 所以人的社会 总是有问题 总之 今天这个时代 能不能对自由 民主 平等的观念 认识不够 道德 束缚的力量 越来越弱 我们的社会问题 也就 越来越 层出不穷了 每天的新闻 媒体报道 讲的多半是 与暴力 色情 争执 有关的那类事情 这 就是今天人的世界 法国大革命 是人类历史上 一件大事 但是 法国大革命以后 紧接着而来的 却是一个暴民 任所欲为 一个无法无天 无秩序 无法计的 恐怖时代 人们的生命财产 毫无保障 随属随地 都会被暴力夺去 人们失去了 规律化的安全感 生命不再有 明天的把握 绝对的自由 并不是件好事 世界上的活物 和人一样 都需要一块 属于自己的 小小天地 在它的范围内 我们会安静下来 因为 这是自己的地方 在这里 比较安全 在这里 我们可以休息 去到外面 那是不属于 自己的地方 我们需要 特别警觉 有如一个 小小花苗 种在过大的盆子里 它会不知所措 长得不好 若是种在小盆子里 它知道自己的范围 在哪里 它就尽量 在泥土里发根 向上面戳苗 生长茁壮 把它那小小的世界 经营得好好的 宽畅得很 人也同样需要 有界限 如此 偶尔到外面去探险 才有刺激 兴奋的调剂 没有界限 那就无法寻忧探胜了 日子太平淡 就乏味得很 我们闲不住 大概也是这个缘故 古时候 周游王和他的妃子 有太多 永华富贵 日子过得无聊 他美丽的妃子 就是不快乐 从来不孝 周游王想个法子 把烽火台上的烽火点燃 表示京城汽景 海德各路诸侯 带着军马 心液赶到京城 保护皇上 这位美丽的妃子 看到大家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的狼狈一样 心中一乐 居然笑了 海德周游王神魂颠倒 尝尝点烽火台的烽火 给妃子取乐 到了后来 真的有危险的时候 烽火台上的烽火点燃亮亮的 也不见各路诸侯的影子 西周也就这样亡了 这就是烽火系诸侯的典故 君王有无上的权势 也不能任所欲为 因为会有后果的 自由意志 是耶和华神赋予给我们的 自由意志 是选择的自由 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 都是先有动机 经过理性的思考 然后做了决定 选择某一个方向 一个立场或行动 由于人的智慧 知识都有限 常常我们都做了错误的选择 但是知过能感 三抹大眼 这是个美德 但是有时候 一个错误的决定 却改变了自己 一生的方向和命运 所以做选择的时候 要顺重 要小心 古人所说 一失足无成千古恨 再回头以百年生 是很悲哀的 因为知错 已无法再改 我们无法去弥补 那一连串 已发生的事 人 只能活着一辈子 大的错 绝对不能犯 绝对的 完全的自由 对自己不好 我们失去了很多乐趣 对人家不好 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看到我们来了 他们会担心 而我们看到他们 当年也一样会担心 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什么事发生 绝对的自由 与己有损 与人无异 不好 真的不好 耶和华神 知道那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 亚当不可以吃 因为吃了以后 会给亚当的世界 带来无穷的祸患 但是言者纯纯 听者渺渺 神的话 即使是耳体 灭灭 仍然是没用 亚当夏娃 没有好好的使用 他们的自由医治 做正确的选择 后果 也就是 只有自己去承担了 不过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 也没好到哪里去 伊甸园中 无限的时间 漫长的岁月 人有好奇心 喜欢长期 天天看 年年看 终于一天 忍不住 伸手一载 开口一样 哦哦 会发生的事 终于发生了 这时候 后悔 已太迟了 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 就如同一个机器人一样 或者像个奴隶 有了自由意志 人就有了责任 要面对选择后的后果 无神论者 因着某些动机 他们不愿意承认有神 他们要否定神的存在的事实 和神的权威 有些人是因着某些基督徒的失败 让他们对神起了反感 而有些人是跟着潮流 去学时髦 说一些人人爱听的话 也有一些人 认为信仰不重要 不必花费时间 精神在那上面 不论是什么原因 他们做的选择 成为无神论者 既然相信没有神 没有永生 那么当他们死了 也就自然而然掉 化为虚无 神要我们主的门头 把救恩的信息 传到地级 就是希望 每一个人都去掌握出机会 来认识神 来接受救恩 这是神的心意 是神的大爱 若是有机会选择 有能力选择 却不肯选择正确的路 这是自由意志 因着错误的动机 做了错误的选择 无神论者 因而没有得到救恩 是很可惜的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有自由意志 就会有成功的 也会有失败的 所以不信神 信错了神 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后果自己承担 倒是我们基督徒 要小心谨慎 我们做对了选择 我们相信耶和华 唯一真神 相信主耶稣 若是掉以轻心 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主耶稣 做个好门徒 那就是真正的可惜了 后果是不好的 基督徒在信仰上 做了正确的选择 我们知道我们的界限是什么 虽然老我的习性 仍旧在那儿 诱惑和试探 仍是那么的吸引我们 难以抗拒 我们别无他法 只有随时警觉 对神信靠顺服 否则明知故犯 实在是不好意思 即使是在祷告中忏悔 求神怜悯 饶恕 我们总不能天天去犯罪 天天去忏悔吧 亲爱的天父 谢谢您怜悯我 饶恕我 赐给我们主耶稣的救恩 我们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机会 做正确的选择 回家 回到您那里去 亲爱的天父 我爱您 我感谢您 祷告不配 侍奉我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们 祝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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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